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国民老师是一个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神秘人物 在当年 因为常常都是听设计师讲说 哎呀我找李国民 然后当然就会有分两派设计师 一派设计师就会很骄傲 哎呀我的照片都是国民拍的 然后有一派设计师说 我好想找国民老师拍 但是国民老师都还没有拍我的照片 那有找国民老师拍的人 每个人都说 找国民老师拍 你一定要整个过程 一定要让很放松 要有酒 我会印象这个课 对因为这跟我的理念 我刚刚讲一个人的事情会有关系 那个一很重要 也就是我认为 我真的认为摄影 它是一份很享受的事情 它非常非常的享受 对我来讲它不是工作 它没有什么工作 它就是我的生活 那么我享受当下的瞬间 像有一次 我就直接讲了 就摩摩 非常知名的 非常凶的一位设计师 他也是我好朋友 所以我敢讲 因为他在现场 拍照的现场 就当众训斥员工 那我就觉得 他好像有点 打扰到我的拍摄的情绪 因为我现在正在诠释 他的一作品 那我有点受不了 然后我就走 走的时候 当他训斥完之后 郭敏啊 郭敏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说我原来在高铁上面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年轻人